可以 知道嗎 你這樣寫的不好看 你絕對不好看 對吧 你這樣寫的話 同樣長點帶那會好一點 是不是 但是注意啊 切割的時候 上一下兩個把也要切好 沒有問題 必須你的檔視臉打開 有話說 你一大堆合得大 沒有人合得大 其實擺設很輕鬆的 擺得越醜也好 擺得越醜自己 回家看得越好笑 小學寫的現在都寫開心嗎 不一樣 不一樣的 你也有 結構是沒有差的 結構是對你的鋼皮原子 你自己可以直接不一樣 這個結構是可以運用到這邊 比法是沒有辦法 結構是可以運用過去的 結構是可以運用過去的 結構是可以改的位置 好像改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好 第三個 我們反應左右對稱的字 什麼叫左右對稱的 也就是說從中間切開來 兩邊都一樣 比如像六月的日 六月的日 你中間一切 兩邊是不是差不多 那英語的言 是不是中間一切 兩邊也差不多 英語的言 中間一切開來 兩邊差不多 這一東西 要寫著左右 它的那個 零稱感要出來 不可以失敗 也就是說說 中國字 寫百書 恐怕失敗 同樣是一個字 我們可能左邊的樹畫 會比較細 右邊的樹畫 會比較平 那橫畫往右上寫的原因 是右邊的樹畫會長一點 左邊的樹畫會長一點 因為橫畫往右上寫的 右邊的樹畫會長一點 拉不在底 對不對 所以說 注意到這一點 還是一樣 最後一個橫畫 注意穩定度 最後一個橫畫 一樣是注意寫 你跟這個人 就寫三個字